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20日 星期日 九哥周报 轻周以过曼松山 美股连美可以上山? 今晚用李白这首诗来形容美股 其实也挺恰当 11月大选前后 这么多问题 上月初疫苗研发成功 现在并且开始派发了 刺激方案也快将获得通过 到今天真正经济复苏 瞻见曙光 虽然美股已经在山顶 市场也认为可以继续再创高峰 说回上星期美联储会议 鲍威尔没有说太多 但已经足够了 它对短期的经济感到忧虑 认为明年第一季可能会出现问题 也重新美联储将在2023年前保持宽松 这就是投资者 从巴威尔口中最需要的买货信号 美联储另外上星期五也宣布了第二轮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 将允许美国的大银行 在明年第一季恢复股票回购 JP摩根在测试结果公布后 几分钟就宣布了 董事会已经批准了一项 新的300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 继续病态 有投资的策略师预计 随着经济活动改善 主权债息将会上升 知识曲线也会继续拉斜 因此可能会对利率敏感的银行股板块有利 另外,持续宽松也会让利率保持在长期低位 经济改善会对高息债券投资特有利 也有分析员认为 美股上升是华尔街反映了美元的疲弱 投资者正在利用股票来对冲 即将来临的通胀 为什么这么说? 他提到如果美元持续过度疲弱 明年牛市可能会受到挑战 他举例说两年前 委内瑞拉也因为货币过弱 使股市急升了几百倍 我相信美股应该不会有这么极端 但足以来合理化高估值的美股 也会有调整的 也有分析员警告明年可能会提高资本增值税 有个威胁在这里 会在12月为大科技公司带来大量获利沽盘 其实之前在1986年和2012年的税率改变 也曾经在12月看到有抛售 似乎现在还没看到 这几个星期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可能是股市获利的借口吧 回到今天的主题 让周二个曼松山美股年底可以上升 我相信应该可以的 简单看几个图表数字吧 上星期美股继续受到刺激方案快将达成业务 支持 上星期三 上星期的全部的指数都创新高的 虽然英国欧盟贸易会谈有暗涌 也没有影响市况 这个星期国会继续讨论刺激方案 说了一个多月 乐观情绪仍然有不少细节有分歧 但指数已经继续上升 这个上升也是市场的风险 图表上看到标期在20天平均线 大概线3660左右 我相信会是短期的上升支持 未有重大的消息 交易员应该短线也会在支持位置低卖 说说波动指数 上星期回落到10天平均线以下 仍是比上星期高了 短线可能会有一些上升的机会 使指数会不会回落一点点 纳期的走势非常强劲 只需要简单用20天平均线 蓝色线大概12400低卖 指数周线图的保顶就去到740 12740 甚至乎月线图 或者稍后一会继续 大家都知道很邪恨 挑战月保顶大概在12830 甚至以上 即使买上也是一些 还强的惯性 这些用四小时图 大家不买就笨了 我不是叫大家买 不过这些都是大家看着图去做的 港股的趋势期指在过去一个月 通常都是高开低收的 在美股时段又跟随外围拉高 回到亚洲时间又重复高开低收 看看日线图 港股的趋势似乎想跌 但也要美股回落才有机会试回到26000以下 现在来说它还是继续横行 看看什么时候想跌下去 简单说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上星期受到环球投资气氛乐观 继续向下 星期四在议息会议之后继续夹 跌穿了90 并且出现了跌破日线保底的 超卖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今天想说说美元对日元的日线图 根据过去美联储议息会议前 美元就励跌的惯性 为什么大家都怕它夹 也预算它夹 会后呢 美元通常都会开始短期反弹 之前我也看到 美元对日元的日线图 过去这些圆圈 也是在议息会议之后 可能也有一些相同的走势 像上星期那样跌穿了日线保底之后 过去这么多次都很容易上去50天平均线 如果我这次估计上去 大概在103、20多 上去104、40、50天平均线 美元对日元上去呢? 那美元指数应该有机会上去91、92以上 大家知道一上就会影响短线 会影响金股走势 其中一个重要指标 大家最重要要密切留意 谈谈黄金期货上星期 因为美元跌穿了90 就冲过了50天平均线1880 并且直达日线图的保底 最高去到1902 其实走势仍然在过去几个月的下降通道运行 如果美元指数像刚才说的 美元对日元预期的反弹 黄金期货跌穿了50天 1875又会继续调整的时候 看看美元指数的反向走势 今天说一说 上个视频有一位忠实的网友YYT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告诉我 我听说是在银行职员区界之下 买了很多高息股价挂钩的存款 都在高位那里接货 包括了什么呢? 这里来画一下 1093石若买入价 接近$12 另外是2018瑞星买入价大概$63 另外6169这种语华教育 买入价是$8.23 我看到这些买入价就深感为陷 也非常愤怒 服务你的专业人士 到底是否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先不说这几只股票轮流 炒上然后派货 市场有很多聪明的人 喜欢即买即买即买股票转身快 你的退休金处理是非常危险的 银行有愿意接货的高息存款 股价一路上 执行价一路提高 那你就迟早会出事 卖东西给你的CS也不知道是否懂 你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可能会被卖东西的人找笨 看股票上 为什么不叫人马上买呢?还等? 譬如最近有网友也很关心 其实是疼我的 有多少人听完我的视频说 一直不敢入市到现在 的确大家可能损失了赚钱的机会 但是退休的钱在现阶段 是不应该全新投入股市的了 否则明年有更多机会损失本金 因为市场就是超级超买 就像科技股这些纳斯达克指数 你再看看市场的贪婪指数 显示明年股市有很大的调整的危险 散户是必须要小心的 4年前我开始写Blog做YouTube分享 超过20年的投行工作经验 也教了投资班差不多3年 现在也是时候 作更加深入的投资经验分享 希望可以跟大家成为朋友 我将会计划在圣诞节期间公布登陆 Patreon计划 有兴趣的网友 要紧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点赞并且分享给朋友 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在2021年可能出现的 金融市场动荡中生存 我先谢谢大家支持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千万要记得上面全部讲的都是投资经验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量力而为 不要用杠杆 独立思考 有问题继续简短发问 继续留意视频简介里的End Game 和雷曼系列 用来温故知新 最重要是大力点赞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现在金融市场 发生着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